除家电企业外 物业管理也是内房下游链条中的常客 所谓物管股 意即先有物、才能管 然而物从何而来 事实上 内房企业旗下 往往有负责物业管理的关联公司 当楼盘推出后这些公司就会接手服务 凭值关联开发商的实力壮大自己 实现 肥水不留外人田 随着近年房企业务由单纯的开发转向 服务家运营 这些物管公司逐步成为全新增长点 若关注这些物管股的财务报表 可注意到来自无公司的物业 占比大多从一开始的高位逐渐下滑 以近期话题不断的碧桂圆 02007为例 同一系的碧桂圆服务 06098在2017年有89%的物业管理服务收入来自碧桂圆开发的物业 在管物业来源高度单一 随后数年内该比例逐渐下滑 至2022年降至41.8% 中国海外集团旗下中海物业 02669 该公司近年不断提高来自独立第三方的项目比例 近2022年便有3360万平方米新增在管面积 占总体增量的55.7% 连续两年新增订单有五成以上来自外部客户 不过中海物业目前仍有67.2在管面积来自中建 及中国海外集团 在稳固现有客户资源的同时 亦需进一步挖掘新型客户资源 拥有强力的母公司是部分物管企业的天然优势 然而如何平衡母公司支持和外部客户挖掘也是重要课题 月秀地产 00123 旗下物管公司月秀服务 06626 近五年来稳定增收 再上市前来自关联方的收入约占三成 2020年起公司收入急剧确充 当中绝大部分来自月秀地产的输入 其对于母公司的依赖程度一度急增至九成 之后月秀服务管理曾优化营收结构 不断提高外托能力 2022年关联方收入需降至41.9% 总收入却反升三成 各类型客户收入均有提高 反映公司运营能力不断强化